谁也没有想到凉透了快两年的赛博朋克2077 竟然让一位白毛小姐姐救了 9月13日赛博朋克2077的延伸动画 赛博朋克边缘行者正式开播 虽然只有短短的时机 但呈现出来的叶志诚远远超过了游戏原作 一要未尽的观众趁着游戏打折的时机 疯狂涌入叶志诚 爆锤动画里的反派亚当重锤 赛博朋克2077活了 波兰锤里9月21号发微博表示 过去的一周每天都超过100万玩家进入叶志诚 哦家伙 没人百万在线 纯绿这不得给动画公司班机是可以的 要知道在动画上线前 赛博朋克2077都快凉透了 甚至连个半纯品都算不上 纯绿也是新机 直接把steam上的宣传视频 改成了赛博朋克的动画剧集 就是不知道这看完动漫兴冲冲去买游戏的玩家 会不会转头就告纯绿欺诈 毕竟这动画好跟你游戏烂有什么关系 这都更新到1.6了 还不好好做优化 是准备逼玩家入手407吗